嗨 大家好 那今天是來拜會 AI Labs 然後也看到 AI Labs 現在就有一個全新的空間 有一個新的樓層了 對 剛好就是第一天辦公室開放 是這樣 剛剛裝潢完 對對對 還可以聞到那個味道 所以表示你們又要再Hire新的人 對 我們現在是第三個辦公室 然後希望在今年年底我們可以到100個人的閨門 OK OK 因為我記得我最早來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談的是人際界面 然後跟這個醫學跟生物的部分 然後後來你們網站上又出現這個智慧城市 作為一個pillar 就是一個標竿 那之前我們在高燃園區對談的時候 因為我是育露了 所以其實沒有聽到你的論述 所以想說智慧城市的部分 你們能跟我們介紹一下 對 我們最主要三個主軸 第一個就是醫療竿有談到 那還有現在在社創 我們有這個雅庭 這個美愛鋼琴師 這就是跟我們人際界面的一些研究 那其實我們在跟各個城市也有在 就是 AI Lab 有一個就是智慧城市的Vision 那智慧城市的Vision 這可能跟大家一般聽到智慧城市 什麼人影面識 在各個地方用人影面識去看一個Pretty School 這個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我們在台灣講的智慧城市 就是我們跟台灣其實有各個產業的先進 還有就是各個市民他們討論到智慧城市 其實你會發現到我們在講人工智慧的智慧城市 最主要的才是 Humanity 你怎麼利用人工智慧 給這個市民做到最好的照顧 那以做到最好的照顧這個角度來講 不管他是在醫療 不管他是在他的交通 或不管他是在居住 或不管他是在安全 他其實是在每個地方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狀況 我們希望有一個很好的Model 去Serve這個人 那以人為本的智慧城市 所以其實我上一次在高碗 就我們上一次一起去的這個活動 我們就要講到智慧城市 其實就是簡單來講就是這個Picture 就是我們在台灣我們最主要就是 以人來講我們一個市民 我們要怎麼去把它做到最好的照顧 那其實當我們在講一個城市的問題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過去很多人講很多智慧城市 那智慧城市過去跟現在到底有幾個不同階段的差別 其實你可以看到就是說最早可能就是問題驅動 就比如說發生事情 那我們就去看怎麼解決這個事情 路面可能懂怎麼樣很快修好 我要總區report這個issue 然後這個issue再總區take action 那Prioma 出了事故之後 我們再總區做take action 那那個是發生事情之後 我們再次以解決問題的角度來處理這個事情 那它解決問題的原則就是 有時候我講的是悲情驅動 因為有很多就是讓人感動的事情發生 然後才去改變 那第二個階段其實 開始大家在講大數據之後 開始大家有這種cloud的這種bit data 那所以那時候智慧城市的角度才慢慢進入 這個叫數據驅動 這個叫做數據驅動 這個我們常常講 data driven 就是說比如說你 估計過去一年這個交通量 這個十字路口應該要總去做設計 從過去一年的交通量 我們來改進下一年 我們施政我們總去改變這個交通路口的耗質 那個就是以數據驅動 我們透過對過去資料的統計大數據 然後來去改善這個未來一年的這個觀點 那當我們再講到這個AI主義本 就是第三階段 就是大概這幾年你可以講說 智慧城市的第三階段的話 那其實我們講AI主義本就是說 我們除了在大數據之外 我們要在這大數據上面去訓練這種決策的model 用這個決策的model來補足人補足的地方 也就是說比如說過去很多交通事故 你需要去人去monitor 那你才會知道有交通事故 那你才可以去做通報 不去做處理 但其實這種交通的資料 我們都已經是可以蒐集到 都已經在一個宣傳的大數據 那我們就可以訓練model 當人去做交通的通報 或是做決策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用能工智慧來學習起來 也就是讓這種交通事故 你可能過去人 可能只會catch到百分之十幾的這種事故 我們其實用能工智慧 我們可以catch到百分之九十幾的交通事故 然後可以很快的去做反應 那這就是我們講的 當每個人在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地點 我們需要給他妥善照顧的時候 我們用能工智慧去訓練model 去陪他最好的照顧 這其實有點像當初 我們這個個人電腦 personal computer 出來說那個personal的意思 就是說不是說 好像大家都是大數據的一個觸角 而是說每一個人可以按照他實際的需求 實際的去反應他的需求 甚至他即時的需求 好像是他跟這個他的隱私 他的integrity 這些我們最在意的東西 是一起長大的 而不是好像說 你為了一些效率什麼 你得要做出犧牲或做出取捨 沒錯 所以說有很多地方他會講說 智慧程式好像是對人的監控 但其實我們在這邊的思維都不是 我們一定是要在確保人的隱私 的integrity以上 我們再去增加人的便利性 那其實這個東西 你可以想像 比如說從data driven 大數據驅動 跟AI driven 有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data driven 它其實是有點像 我們像過去我們講 八十二十法則 也就是說我們在Costco 我們在賣商品 就是賣Top5的商品 也就是說我們在提供市民服務的時候 我們依照過去的經驗 因為我能量有限 對我就是滿足百分之八十的 對 當我們在講AI driven的時候 什麼叫AI driven 其實就是後來大家講的這種 常委 農票的觀念 就是你要照顧的 並不是只有TOP 這個百分之八十的User 所以你要盡量的依照 程式的大數據 還有個人的大數據 在人在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照顧 那這樣的話 就是你需要在對的時間 所以你要做對的DCG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當你每個人 做到最好的照顧的時候 你才能真正的 照顧好每一個人 不然的話就會有那種 少數的族群 對 它會有Static性的狀態 就是說它沒有辦法做到頭上來 等於它越來越會被排除 如果不去做的話 其實像空總 你是我們視窗中心 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可能一個活動 四十個人來 一百個人來 但只要有一位 有輪椅上面的需求 我們現在就專門弄一個電梯 它就可以搭電梯到二樓 然後不需要用很辛苦的爬梯機這些 那當然硬體上面 它一定有所取捨 可是我們在AI的思維上面 就不一定了 因為很多東西 你可以用軟體來定義 沒有錯 你今天來這個空間 我需要的是這些需要 因為我就重新軟體定義這個空間 到滿足剛剛好這些人的需要 沒錯 對 所以這位城市的思路就是 依照我們剛剛那個原則 在對市民的十一一柱形 各個方面 我們利用這個城市的 像我們講 城市的資料 城市的大數據 讓我們訓練出 增加市民 不管是便利性 安全性 還是它的這個照護性 比如說像這種遠距醫療 我們對它有不同的這種安排 對 OK 因為我們在高燃的時候 其實聽眾也事前 有問我一些問題 是 那因為聽眾也有問說 那因為我們知道 所謂的Smart City在 AI Labs 第一個project其實是在台南做的 是 就是台南的無人機的這一整套project 那這個project 當然大家第一個問說 那為什麼是台南 因為大家都會想 不是AI都在台北嗎 為什麼去挑台南 那這個有沒有一個 比較簡單的回答 我覺得那個其實也是一個 很偶然的事情 就是去年 齊柏林發生事故之後 然後 那時候 那時候 其實我們 AI Lab 對這些事情 很有感覺 就是說 齊柏林它是 從一個不同的角度 去看一個城市的問題 所以我們常講說 這是一個齊柏林的視角 那過去大家都沒有從 這個角度去看城市 就是美麗跟 它看城市的美麗與IHS 那我覺得 這個東西是 第一個是 它是 蠻 Innovative 第二個就是 當它出了事之後 大家會覺得說 哇 這個這麼好一個人 它有這麼好的一個想法 這樣就 這樣就走了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去看 祈禱那時候的過去的採訪 為什麼它這個事情 不能用無人機來完成 那這個為什麼一定要它 親身去做 那我們也沒有什麼辦法 去把齊柏林這個精神 把它保留下來 所以那時候 我們 AI Lab 就有一點就是 想法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去學習齊柏林的精神 那我們那時候在採訪的時候 就看到 第一個就是 它用無人機的話 它其實沒有辦法 像專業的導演 它可以自動選擇 可以自動運鏡 那可以拍攝到好的角度 那可以有好的這種畫質 那也沒有辦法說 做到那種專業的 這個選擇啊 調色的部分 那所以我們就 依照他講的這幾個題目 我們開始去做 所謂自動選頸自動運鏡 我們就是 訓練無人機 它要可以去做自動飛行之後 它拍360度的角度的影片 也就是說 這個無人機它其實是看了 它就不用選角的 因為每個都拍到 每個都拍到 然後之後再試用這個 能工智慧的這個演算法 我們去學習齊柏林 它選頸運鏡的這種方法 那也就是說 當無人機把這條路拍好之後 其他360度角度拍了 然後依照你的題目 你是要山 你是要水 還是你需要道路 還是你需要追蹤一個物體 那我們告訴這個AI演算法 它就會依照這個精神去做 去學習專業攝影師的運鏡 那當然說這個能工智慧 它學習的不一定是比較好 但實際上它已經可以做到 就是說我們可以依照不同的主題 我們一個360度的影像 就可以把它做出不同的運鏡 那現在的話 再往下發展其實就很有趣 就是當我們做了一個360度的運鏡之後 我們發現 其實你知道一個影片有不同的呈現方法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整個台南市都拍完 整個台南市拍完之後 也就是說依照你各個不同的部門 你有不同的需要 你需要看這個路上的停車格的問題 你需要看到這個交通號碎的問題 你知道你想算看看這段路 這個Traffic Line是不是夠 我們先請你要做古圖規劃 你需要做避景碼的變化等等 你都可以用一個同樣的大數據 你不需要每個不同的部門 有自己的無人集團隊 買自己不同的無人集團 你輕我們都已經拍完了 那你只要在我們這個大數據平台上面去做 就可以做運送 所以其實我們那時候是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然後開始發想之後 那我們很快的就 其實那時候 為什麼是台南 其實那時候真的是 我其實本來只是發表一篇文章在Facebook 我記得有看到那篇文章 那時候其實也是一個簡單的想法之後 那很快就是南科 然後還有就是成大 成大航太系 他們直接來找 經緣航太 然後就來找我們 就說我們可不可以籌組一個 無人集的這個團隊 那很快的 其實那時候的台南市長 也就是現在的賴院長 對 他說也說我們要支持這個行為 所以可以想說不管是技術方面 或是無人機的硬體上面 那不管是我們這個市政府的這個法規的方面 都有很好的這個立刻有合作 所以我們在一個月內我們就開始做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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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無人機學習起播裡面這個活動 所以很多是首長的這個意志 因為我現在在院裡也觀察到就是賴院長 就當時的賴市長 他如果覺得一個東西是一件好事 而且各部門是覺得說 這個是共同價值的話 這不是以月啦 以周圍計算的 一兩週之內就會協調到一個程度 所以這真的蠻重要的 我覺得一個產業在一個地方可以發展起來 其實有 我常在很多地方就是你需要陽光空氣水 陽光就是 因為新的產業你一定會遇到很多新的法規問題 過去可能是完全沒有定義 那你一定需要有相關的部門來 一方面或者是我們經理沙河 不是怎麼樣 總之要吸收風險 對 那所以空氣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是 以這種problem solving 就是軟體的思維 去解決 你不能說這個是一個無聊的問題 這個訂單在哪裡或什麼 其實就是 當你看到問題 你看到 可以用新的科技去解決的時候 這種軟體思維就是 那我們來試看看 對啊 然後把這個鄉民狙擊起來 而且說不定你要解決了別的不相干的問題 沒錯 這就是鄉民的這個力量 沒錯 然後所謂的水就是 大家就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那我們把這些東西放在一起 我們開始有一個計畫然後去運行 對 那當然說如果說 有資金方面的幫助 那當然就是可以讓它 這個火可以稍微更快更旺這樣子 OK 所以這樣聽起來就是說 這些成功的這三個鑰匙 其實並不是說它一定要已經是 金融中心大都會 或者是什麼 就是人口非常密集的這個區域 我覺得其實 尤其是像軟體這個產業 常常大家講說什麼政府不缺 或是什麼 但是軟體產業是相當於 來講是比較 對完全沒有這些問題 比較沒有這些問題 就是說就是說 尤其是像軟體人才其實都是比較liber 就是它喜歡環境好 然後喜歡自由度高的地方 平快要快 其他都不講究 比如說像 以美國來講的話 其實像之前大家講說 氣骨是一個非常有 有創新創意的地方 但是你知道其實現在 氣骨大概已經沒有那麼的在講 反正是西雅圖 對 因為它風景優美 不用付所得稅 所以房價又比較低 那其實很多軟體人才 就往那邊去聚集 而且下雨大家在室內會專心工作 然後像 像我記得那時候 比如說像即使在中國大陸 最早比如說是北京中冠村 是開始做這個軟體相關運用法 但是像以微軟來講 我們其實那時候就講 我們不見得要在first tier 我們要在second tier 所以在蘇州我們也成立了 這個second tier的原化中心 那其實有時候你反而 軟體最重要的 最缺的 其實反而你是要 你怎麼把人才聚集在一起 做對的事情 那把人才聚集在一起做對的事情 其實你反而可以利用 在比如說像能工智慧時代的時候 你可以把創造一個新的產業的聚落 把這些人聚集起來 那這些人聚集起來有時候 他care的不是不見得是水跟電 而是我每天生活的環境怎麼樣 都可以冬天可不可以滑雪 然後有沒有 可不可以玩這個環船 有沒有山有沒有水 對有沒有學校活動 對那個我老婆會不會願意 願意跟我一起來 風景又不優美之類的 那我這個醫療啊 這個學校啊 我想要念書 其實軟體這個公司 其實很重視的就是說 我們怎麼提供一個環境 可以讓這些人才在這邊 可以安身立命 那同時 我們也有購好的產業 那這產業當然就是 可能是需要 像我們在講這個無人機的話 其實就是你市政府要有 開放這種沙盒啊 開放有這些推斷 讓大家去使用 我想無人載具 我們也應該 在一兩個月就要三讀了 那有那個沙盒 我覺得大家都會很有幫助 其實我有很多 就是在公務員 就是實際的使用上面 大家也都是說 以前有一些事情 我們是交給 像公務行政替代儀去做 那就是比較柔的事情 我們資訊科學 叫比較trivial的事情 對但現在當然 沒有公務行政替代儀了 忽然之間AI就很好推 因為有一些就是 就是大家太習慣讓人來做的事情 但其實就是像剛才我們說的 就是它本來就應該是 機器來做是比較快的 而且也比較有意義的 因為它不牽涉到主觀的生命經驗 跟探斷嘛 它不牽涉到care這個部分 所以它讓公務員 更能夠來care市民啊 我覺得這個也是 所謂的humanity based的一個 非常簡單的一個想法 只是說在台灣我們不會要 犧牲大家的privacy 或者犧牲掉公務員的integrity 就可以同時達到這個humanity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那最後就是想問說 那這樣子聽起來 就是每一個城市 它只要願意擁抱這樣子一個vision 它大概都可以去發展 所謂的AI驅動的這樣子一些的工作 所以那你有沒有什麼就是覺得 那好不像如果有人說 那AI Lab也來我們城市設立啊 那你會跟這個市長講什麼 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當然 當然這個就是我們台灣能工智慧的 檢視對一個智慧城市的vision 那這vision當然我也希望就是說 就是未來在台灣的各個城市 希望我們是投資未來 投資這個 是像我們講問題驅動 數據驅動 我們是真的可以做到這種AI驅動 那台灣其實是有非常好的資源 那大家都知道 台灣是有最好的ICT產業 有這些硬體產 那同樣的 我們台灣其實也有非常多的這個軟體人才 那過去只是大家都沒有好好的 有一個平台把它聚集起來 所以其實如果 如果在各個縣市政府 比如說真正有心想要把這個智慧城市推展的話 把這些人才聚集起來的地方 這是一定要的 可是不見得是一定要AI Lab來推行 對 但是至少就是說 如果對能工智慧 在智慧城市上面要怎麼去應用 那是有心想要推行 那我們AI Lab當然都是 歡迎大家一起來討論 等於就是一個 不要說標杆 但至少一個模式 其實就像我們有很多人問我說 那空總社創中心要不要開分部 那我覺得其實重點是大家一起來創造這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反應大家的需求 任何願意按照這個SOP來規劃的 都可以叫社創中心 不一定要我去幫他蓋社創中心 不過你台南做出來之後 像台中有來找你詢問過嗎 台中的話就是之前的 就是蕭顧問 有邀請我到台中去做一次演講 OK 對 因為我也算他們智慧城市委員會 所以我們也一直在看台南那個案例 然後想說可以怎麼樣去使用 那其他南部像高雄有人來問過嗎 高雄就是今年三月的時候 就陳其邁委員有來參觀我們 OK 那也有一些討論 OK 好啊 那所以我想 我想台灣各地對這個可能都開始 就是比較能夠buying這樣的Vision 就希望大家能夠慢慢從本來的 就是只是路上有坑洞要修掉的這樣一個感覺 慢慢變成用市民的需要來處方 是 好那今天非常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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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